因应端午廉价的返乡需求除了台铁加开班次 花莲县府也推出了返乡专车 全票只要200元采实名制搭乘 将会在数号中午12点准时开放花莲的乡亲网路来订票 因应端午廉价的返乡需求除了台铁加开班次 花莲县政府也推出台北花莲两地往返的返乡专车 南下搭车时间为6月7号晚间7点37分 而北上时间则是在6月10号下午2点16分 5月15号中午12点开始 我们会接受所有的县民来订购这个返乡专车 凡是花莲的县民或者是身份证字号优质开头的 或者是在花莲工作的所有的民众 都可以上网来订制这个返乡专车 那你订制成功了以后 5月19号在台北 5月20号在我们民政处 就可以来这边办理取票的作业 这次东吴街返乡专车为普悠马号 每列有372个座位 而今年同样安排局检车转乘服务 停靠站分别为寿风 凤灵 光复 瑞穗及玉礼站 至于详细内容 欢迎民众可以上花莲县政府民政处网站查询 记者许丽琴欢迎您的报导 集团 喜onde 转发 市民